傍晚的夕阳 散发出暖红色的光 均匀地洒在她身上 将她完美到 无可挑剔的脸庞 照应到暖洋洋 软扑扑的 很迷人 金玉择了一声 来到她面前 双手插在腰上 狭长的凤眸 眯成一条线 很好笑 酷酷的表情 配上她此刻高肿的脸蛋 确实很好笑 但许念念不敢继续笑了 努力绷着唇线 心口不一地道 一点都不好笑 金玉裂唇 她为了憋笑 一双眼睛弯成月牙状 精亮的眸子藏在里面 巧笑倩兮地站在对面 金玉突然觉得 这个姑娘有点可爱 没她想象的那么不堪 话题回归之前 金玉道 你一个人住旅店不安全 就她这张脸 独自一个人去旅店 很容易被心思不正的人盯上 经历了杜家豪的事 许念念也不敢那么大意了 听她这么一说 心也提了起来 确实 现在的旅店鱼轮混杂 管理上也比不上后市的大酒店 她一个人住在外面 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要不我还是住医院病房吧 说着越过金玉 就要往医院走去 擦肩而过的瞬间 被金玉拉住手腕 她择了一声 颇有些不自在的 抓了抓耳朵 上我家去吧 我妈不在家 吴兰去部队里 看老金同志去了 吴兰在的情况 许念念都不想去金玉家里 更别说她不在的情况了 刚要开口礼貌拒绝 就听金玉说道 你放心 我现在跟你是合作关系 不会对你干嘛 合作关系 是了 许念念想起来以后的收入 要分一半的事情 顿时心脚痛 学个方身术 就要她一半的收入 可她认识的人中 看起来手上功夫不错的 就只有金玉一个人 至于其他男人 说实话 许念念不敢轻易相信 金玉这人 说白了 有种极强的大男子主义 清醒的状态下 不懈强迫女人 所以 许念念对她 还算稍微放心 但也只是稍微 最后 许念念还是跟着金玉 来到她家 这是她第二次来这儿 第一次来 就是跟金玉相亲 她对这里发生的事情 印象并不美好 玄关处 金玉从鞋柜里拿出两双鞋 一双是她的 一双是她家老头的 给许念念的拖鞋 是她平时穿的 金玉的脚很大 许念念穿在脚上 跟脱了条船一样 一点都不方便 走一步 脚丫子拔出去了 鞋子还留在原地 嗷嗷待补 白嫩的掌心 一下子贴在冰凉的地板上 许念念回头 瞅着金玉 这些谁的呀 好大呀 她歪着脑袋看她 水汪汪的大眼睛 乌黑透亮 灵气逼人 长长的睫毛扑闪着 性眼下的泪质 若隐若现 以你风情 悄然从她眼角划开 金玉看得有些愣神 垂在裤缝两边的手指曲起 没听地回答 许念念疑惑地皱眉 喂 金玉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软绵娇糯的嗓音 滴滴地从她嗓子眼里发出来 勾得人口干舌燥 金玉下意识舔了舔唇瓣 我的 啊 许念念眨眨眼睛 什么我的 她问她听到她说话了吗 鞋子 我的 哦 她这脑子呀 上上句问的问题 下一秒就给忘记了 难道 她是鱼的记忆吗 她乖乖地嗑了一声 垂着脑袋 额浅软扑扑的碎发 搭了在饱满的额头上 白嫩的脸蛋 细腻光滑 光是看着 就知道她皮肤一定非常细嫩 那母样 简直乖巧到犯规的地步 金玉都不知道 这女人到底是怎么长的 怎么可以好看到这种地步啊 她的一瓶一醋 都带着勾人的味道 哪怕只是这么乖巧地嗑一声 也让人心痒痒 这好看着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